哈囉大家好 今天來教大家怎麼刷單小型逃跑型的寶可夢 那如果說我們遇到大量發生的時候啊 就是我們可以先去抓他的第一批跟第二批 決定說要怎麼去找機器人算他的牌序 那如果今天我們遇到的是單小型的寶可夢 比如說像是捲捲兔 捲捲兔的話因為他第一波是單小型的 所以他會逃走 那像我們這一批如果是9加6的組合的話 那我們一樣先去找機器人算第一波 好那我們這邊計算的結果呢 我們用這一組來做計算好了 我們就要先打一隻打一隻打一隻 然後再同時讓三隻消失 那因為我們都知道單小型跟逃跑型的寶可夢 他們沒有辦法用黏完就把他聚在一起 進行一個對戰的組合 那這時候我們就要用一個排序叫做銅消法 就是同時讓三隻消除 那消除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依照後面的排序 讓最後的頭目 就是第二隻頭目就會出現色違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什麼叫做銅消法 那大家都知道我們第一波的話 我們要先打一打一打一 然後同時消失三隻 然後再把後面的清除 那這種排序的情況下 我們可以先用逆聲噴霧 然後遠距離先把各一隻抓走 先打到抓一抓一抓一的一個成效 現在抓了兩隻 然後第三隻 因為我們剛剛那隻跑出來了 好那我們抓完三隻之後就可以先存檔 只要你先 只要你確認說你抓的時候沒有其他隻跑掉 那我們就可以先存檔 那我們現在就是丟個煙彈 準備讓兔子們全部聚集在一起 丟個煙彈 把自己遮蔽 然後丟大量的果實 把兔子們聚集在一起 那我們就要同時讓牠們消失 好 一隻被我打暈了 然後三隻 有一隻往不同方向跑 好 就是接近牠快要消失的時候 我們趕快按-字號 離開這個地方 可是 你飛離營地的時候不能超過200公尺 因為我這邊的距離剛好是150度 所以是在合理的範圍內 不能超過200公尺是 我超過200公尺回來 我的排序可能就不一樣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剩下的兔子 三隻 因為我的第一波是九隻嘛 那我剛剛趕走了三隻 抓了三隻再趕走三隻 我會剩餘三隻 那成功的情況下就是說 我把這三隻 我把這三隻寶可夢清楚的情況下 我就會出現頭目 可是因為我的天氣結束了 所以我要再重新來一次 一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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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飛回來的時候他只剩下三隻 那就代表說我們要成功 那我們的色違兔子就出來了 剛好雨停 還好 那我們就可以先存檔 然後來解決我們的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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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以上就是我們通宵法的影片 大家掰噗